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家庭都能够感受到 有温度的心结服务 所以我们要积极 我们要主动 我们要真诚 所以如果你把客户的家 当成自己的家 你会当成自己家 一样的爱情 一样的整理 有些很小的细节 你就会看到 过去经营八年租屋管理的陈总 累积了许多清洁的相关知识 由于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陈总希望成立一间 有系统化管理的清洁公司 透过制度与教育训练 来提升服务品质 我们经过教育训练之后的员工 不管是在清洁器材的认识 清洁器的认识 都能够有一定的水准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透过教育训练 让大家了解沟通的重要性 清洁有时候是有一点主观的事情 整齐跟干净 这两个都要兼顾 有的人希望他的卧室非常重要 所以沟通这一环节 我们如果经过了解认识 我们更能够很快地达成客户 想要的清洁效果 其实沟通技巧这方面的课程 其实让我们吸收蛮多的 比如说我们一进门的 跟客户的打招呼 那还有一些就是询问方面 还有应对进退方面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网络上提供的简易流程 与透明化价格 让顾客可以快速又方便地 预定需要的清洁项目 而事前的沟通与场地的勘察 才能针对不同的环境 使用适合的产品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的专业度是在于说 我们就是有一个完善的清洁流程 不管是在水购的部分 双浪的部分 我们都有上过课程 那也有实地的操作 让每一个行径同仁或是老手 都在熟练度上面 可以达到客户的要求 我觉得很不错 因为尤其他们沟通的部分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满意 因为他们从一进来 然后会告诉我 他们可以提供的服务 那什么是主要我需要的 我也会确实告诉他们 那我们整个沟通的过程 都非常的流畅 那他也确实按照 我要的东西帮我做清洁 那尤其像厨房啊 浴室那种很深的水购 或者是很深的油污 那个我自己真的要花很长时间 跟花很大力气 要去清洁的东西 他居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帮我完成 那这点我非常满意 除了培训员工教育训练 提升清洁知识与沟通技能的课程 陈总也提供一个舒适 优质的工作环境与弹性的排班制度 希望把服务做好之外 也要把员工照顾得更好 我们是以人为本的公司 我们永远都以我们的员工为出发点 我们希望我们的员工在这边工作很开心 希望在这边有家的感觉 藉由公司的方式 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我们有休息室 我们有交易厅 我们有自己的置物柜 我想这些都是 我们尽量能够让员工感受 即便是一个清洁业 我们都能够看起来 让人家感觉是一个很幸福的公司 让员工感觉温暖 同样的也把这样的心情传达给客户 老板提供了非常好的工作环境 针对比如说二度就业 或是说担心的妈妈 他们可以让他们有兼职的机会 做小朋友上课之后 可以在这个空档时间 能够在我们公司做服务 可以赚一些零用钱 去贴补家用 我觉得这是蛮贴心的一个想法 我们希望让大家对于家室服务人员 能够有不一样的改观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希望让大家穿上我们清洁医生的制服 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把清洁服务做得更完善 能够服务到更多的客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